7月7日下午,也就是今天下午开始,新发地批发市场集中隔离期满核酸检测合格人员陆续解除隔离,将分批次有序开展转运安置工作。 按照解除隔离人员的实际情况,第一批将转运安置5000多人。 新发地批发市场中隔消杀工作已经完成,评价结果显示合格。